哈喽大家好 昨天那期视频看得过瘾吗 一边吃肉啊 一边骂娘 有朋友说这是端起碗来吃肉 撂下筷子骂娘 哎说错了 说错了啊 老王一定要纠正你们 老王从来没端起过那个碗 也没吃过那个肉 之前啊墙内有人写文章 说老王曾经在什么什么体制内 什么什么新华社啊 甚至说我在新华社工作过 有过官方背景 我都得啊 郑重其事的发一个声明 澄清一下老王没干过那些事 哎你这不是侮辱人吗 这骂人骂的太脏了 是吧 哎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 严重伤害了老王的民族感情 还有朋友留言说呀 老王不应该啊 去侮辱那个女性啊 侮辱女性的大姨妈 拿来了大姨妈 没有卫生巾的女士 女性开玩笑 更多的是说啊 老王不应该拿那个流产的婴儿 因为没有医院 愿意收治 到最后啊 活活流产 活活大出血的那位女士 那个孕妇那个婴儿开玩笑 还是首先要纠正一点 老王是在开玩笑吗 你觉得老王录那期视频 就是在纯粹的揶揄 纯粹的开玩笑 给你们讲段子的吗 另外呢 老王上期视频里边 讲的那些话 并不是老王说的 并不是 是谁说的 是贾平凹说的啊 你们的大文豪啊 西安的大文豪啊 人才呀 人物啊 代表人物啊 吃饱喝足之后 一边剃着牙 一边说 哎呀 我们的生活都很好啊 西安情绪稳定 物资充足 是老王说的吗 是我说的 王亚军说的 王歪嘴鞭的 不是吧 还有嘲讽那位啊 来了大姨妈的女生 是老王嘲讽的吗 那是西安 还是你们西安 哎 你们西安 西安作家协会的主席 叫吴克静 哎 吴主席说的 这老扁养的 以前就是你们西安 日报西安 晚报的副总编啊 啊 那在你们西安 你们西安 也是一号人物 也是一个代表人物 那虽然小学都没毕业吧 写了几篇所谓的文章 现在能看得到的 都是他娘的七拼八臭操来的 但是不耽误人家发表正能量了 你们西安第一个站出来 站出来啊 怒斥那个啊 索要卫生巾的女士 矫情的 不就是他吗 是我吗 是我吗 怎么我说出来 就要跑到下边扮演一下李宗克 啊 道德感就爆棚了 你们不知道老王最讨厌的两种人 一个是他娘的李宗克 另外一个是他娘的道德表 提起道德表 咱们就再说一句 前面有一个视频 老王说了 这帮婊子立牌放 也有朋友留言 说是哎呀 你不能侮辱季女 你这一个视频里边 说了好多次 婊子婊子的 哎呀 这是对那个职业的一个侮辱 亲爱的 朋友朋友 是老王侮辱他 还是你侮辱他 我在哪一个视频 哪一篇文章里边 说过季女是婊子 我侮辱过那个职业吗 甚至你可以去翻一翻 李云迪嫖娼被抓的时候 老王录的那两期视频里面 我对那个职业非常的尊重 老王嘴里的婊子是什么玩意儿 中央电视台 那是一个婊子集中地 对吧 那是一个大机窝 机电压电 我指的是道德婊 是圣母婊 那叫婊子 娱乐圈 袁老师说的那叫争乱圈 那里边的一个一个的 那个玩意儿叫婊子 哎 什么叫婊子 看老王说了几句婊子婊子的 你就认为我在侮辱 不是哥们 那是你的心里根深蒂固的认为 那个职业就是婊子 明白了吧 朋友 你再仔细想想 我希望你们几个啊 你们几个还能看到这期视频 更多的呢 是认为老王啊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描述一场灾难 去嘲讽别人的劫难 拿别人的苦难遭遇来开玩笑 还是前面那句话 这不是一个玩笑 只是你觉得我在讲段子 我说的是一个笑话 我想把这些事留下来 我想把这些事讲出来 我想把这些事公开出来 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有方式和方法 对吧 平铺持续最容易 之前老王也聊过 在墙内的写作 我们用什么 移花接木啊 捉鸡骂狗啊 纸伤骂槐啊 什么借骨俯金啊 春秋笔法啊 这些啊 都是迫于无奈 所以我对那些 吹嘘自己啊 炫耀自己 你看我这篇写的 那个谁都看不出来 我很反感这种人 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呢 这是他娘的不让说人话了 不让直接说了 我们没有办法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是吧 更何况呢 所谓的个体的悲惨遭遇 它是一个案例 它是一个案例 我要拿案例来说事 是不是 再说了 就这么一点点事情吗 就老王说的这几件事吗 只有一个人啊 来了大姨妈找不着维生金 只有一个孕妇 没人收治流产了吗 不是 你上网去看 光是因为没有医院收治 而导致很严重后果的孕妇有多少 我们看见的 爆出来的 发出来的 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都不到 是不是这样 你在留言的时候 写下不要拿个体的遭遇 这四个字的时候 你就应该多想一想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也不是一个市的事 这是一个国家的事 一个民主的事 讲到这两个词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扛什么大旗啊 嘴什么大词啊 这是那些革命家干的事 不是老王愿意干的 我们要撕掉那个啥的伪装 我们要戳破盛世的谎言 怎么戳呀 用毛戳呀 用口号戳呀 用标语戳呀 喊呐 喊呐 喊就行了 你不得拿出东西来吗 老王干的哪一件事 不是在干那些事 不是在完成他们口号中的 老王哪一期视频 哪一篇文章 说的哪一句话 不是在做这些事 我是做事的 我是在干的 他们是在喊的 对吧 我们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放你妈的屁 对吧 谁他妈跟我面前喊这句话啊 就跟我警告各位海外的华人朋友似的 哎呀 你不是中国人吗 我们倒是中国人呢 听到这种话 立即把对方啊 当成骗子对待 不是要坑你 就是要骗你 要么就是要害你 绝无例外 绝无例外 就他妈这么绝对 是吧 喊他们口号的也一样 喊口号的也一样 只要对面的人给你喊口号 我们咬什么呀 哎 离他远点 离他远点 哎 这帮玩意儿咬你 哎 他们咬人啊 可能比胡锡进咬人还疼呢 另外还是要说一下 什么叫苦难 什么叫悲惨 什么叫苦难 什么叫悲惨遭遇 苦难遭遇 朋友们 最惨的不是我们见到的这些 最惨的是还有那么多 我们根本见不到的 更惨的是什么 不是这些事正在发生 是之前已经发生过 之前发生过无数次 并且以后还会发生 还会发生无数次 还会发生无数次 这才是悲惨 哎 墙内这帮老逼啊 还在那扮演李中克的那帮老逼 啊 就在说 这个疫情啊 突如其来都没有准备啊 这个中国的防控措施啊 正在一点点完善吗 要给时间吗 给大国留时间吗 在探索的路上啊 这个有一些错误是难免的吗 有一些失误也是难免的吗 那这个啊 他们啊 一定会吸取经验 总结教训 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吗 要么我说这是一帮老逼呢 我最烦的那两种人之一啊 就是这帮所谓的李中克啊 打扮出一副功率的嘴链 就这帮玩意儿 因为按照老王对他们的理解 对他们啊 就是我们他们之间的那个 他们经常自称我们的那个啊 经常代表我们的那个 他们凭老王对他们的了解 的确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他们一定会总结经验 总结教训 在下一次实施封城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先把碗封上 对吧 只要抱不出来 只要没人说出来 不就没事了吗 这就是他们的脾气 这才是他们的脾气 对吧 不信大家就拭目以待 这个也算老王掐指一算 哎 你看看是老王说的准 还是那帮老逼说的准 对吧 对58年到62年 那也是一场探索呀 对吧 哎 一场艰难探索 一场试探性探索 一场啊 惨绝人寰的探索 是吧 吸取了经验了吗 吸取了教训了吗 现在谁他妈敢在墙内 说呀 哎 到底死路 这个 其实讲这一期啊 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每一期视频的留言 老王都会很认真的看 啊 虽然不会回复 回复的比较少 因为实在太多啊 没那么多时间 但是看老王是一定会看的 好吧 吐槽 就吐槽到这算了啊 偶尔也得让老王开心一下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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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